现在说的台风来势汹汹 但是还是吹不息范绿人士的热情啊 像今天晚上呢 由李前总统领军进行群策会的募款餐会 就还是依照的在举行哦 那看到了大佬齐聚一堂 来帮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赞叉 那会有阿辉伯呢 还拿出了亲笔的莫宝来拍卖 那要由蔡英文亲手来卖出去 那传承的意味是相当浓厚 抓人门 抓人门 李前总统创办的群策会 今年迈入第十年 不为台风募款餐会照举行 200万的商贷成交了 感谢200万 阿辉伯的亲笔莫宝 从蔡英文的手中 以200万元排卖出去 传承意味浓厚 阿辉伯开心的对小英大夸特夸 创出这种优秀的旅行 是我们台湾旅行的光影 虽然民进党828全代会因台风延期 但群策会晚宴提前让绿营大佬打击河 民进党两位重量级女人也难得同台 大佬轮番演讲提起九二共事 也齐声套风回去 中国台湾一中 我们就反对 但是没什么事 他是投票的总统 中华民国 台湾去买国家的名字 要是中华民国 就是中华民国就好了 对不对 说来不然搬来搬去 不需要再搬 既然是总统 他主张有 他就应该讲到大家都听得懂 那当年负责的这几位先生都说没有 那他要怎么样跟这几位先生来交换意见 大家去澄清一下 群策会除了力挺自己人 与会人士也不忘为2012大选增添蓝绿攻防 行警度 四零星五人花生是白桥 英台北超不到